西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根据朋友介绍,我得知周一安是一名很厉害的律师 于是我加上了他的好友 我,周律师,你好,我是方黎 对方直接秒回,我知道 我心里夸赞朋友的介绍速度 这给我省去了一大堆自我介绍的时间 我直接开始了我的诉求 周律师,你平时处理的离婚案件多吗? 周律师,怎么?你要离婚 我,我还单身 我是想问你那边有没有离了婚适合我的 帮我介绍一下 周律师,你有什么条件? 我,三个自由,穿衣自由,临时自由,出门自由 两个稳定,情绪稳定,工作稳定 一个同意,买包同意 对方显示一直输入中,但迟迟不见回复 我知道身为律师的他们不可以随意透露他人信息 所以,我便发出,我给钱 过了半晌,周律师才回复我 工作有无险一金,月薪三万 车市奔驰G级,房市花园家室内占地1300平米的法式别墅 情绪稳如老狗,永远保持绝对的理智和清醒 但没离过婚,也没谈过恋爱的,能接受吗? 看到这里,我眼睛不知道放大了多少倍 那人这么好的条件,居然没谈过恋爱 我不禁猜疑,他不会是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头吧 或者说,他,不太行 为了得到这一证实,我毫不避讳地询问 他是不是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头 周律师,今年正好三十 我绝嘴众美,那他是不是,那方面不太行 周律师秒回,他行 这个感叹号让我强烈地感觉到了怒气 我心里直接乐开花了 这种条件的蠢蛋居然让我给碰见了 我的嘴角比AK都难压,服从调剂 到了第二日,我的喜悦转移到了 坐在我正对面长得俊逸的男人脸上 男人五官轮廓完美,下颌刚毅,喉结分明 精干的西装将他净壮的身材勾勒得近乎完美 他嘴角勾起好看的弧度,绅士又礼貌道 你好,方小姐,正式认识一下 很荣幸能够成为你的恋爱对象 我叫周一安 我人妈了 就特么你这张牛逼的脸 还需要自我介绍 我当然知道你叫周一安 只是没想到周律师就是周一安 同名同姓的人那么多 为什么周律师就是周一安呢 我冷下一张脸,别荣幸了 我拒绝服从调剂 周一安漫不经心地摊开双手 有些许无奈道 在我这里,案子一旦接受 绝不撤诉 我一头黑线 果然 无论过去多久 还是发生过什么 他这人依旧那么自以为是 我坐着身子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我整过容 生过渣男的孩子 你能接受吗 周一安的黑眸清澈 微微一笑道 能接受 像你这种情况已经不常见了 我当然不会错过 我单手支着脑袋 我不喜欢你这种处的 我以为这句话会打击到他 甚至惹怒他 让他以为我是那种随便的女人 一点都不适合他 谁料 他笑得细细 择日不如撞日 今晚你就帮我破了吧 随后他又补充道 算了 干脆就现在吧 我来定 说完 他就拿起了手机 开始看附近的酒店 我被气得脸都绿了 木音都出来了 谁要跟你睡啊 你不要脸 死变态 周围的人 齐刷刷地转过脑袋 一脸震惊地 看着我们这一桌 周一安脸 不红心不跳地站起身 双手合十 说 小情侣吵架 大家见谅一下 他这张帅脸 加上浅浅的笑容 简直勾人的要命 在这种看脸的时代 他的信任度 不知道比我高出了好几倍 果然 那些人都不在一脸惊讶 而是笑着说 美女 你这男朋友长得这么俊 就别吵了呀 何妻生财哈 我默默地攥紧拳头 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你说得对 何妻生财 现在是在公共场所 不能丢人 但我现在什么话都说不了 特别是对着周一安那张脸 我简直无话可说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我拿起包就走 我带着情绪走 脚步踏得十分重 高跟鞋这会儿还给我断了 我真的是牛逼他妈提铁棍打他 牛逼惨了 突然 身后传来特别明显的嘲笑声 转过头去看 周一安单手捂着嘴边笑 我手里拿着坏掉的高跟鞋 指着他 你嘲笑我 有病啊 周一安上前走了几步 眼神温柔得很 不是嘲笑 是宠笑 我瞥了他一眼 有些恶心道 有病 你除了这句 还有其他词吗 太阳妆抠了抠耳朵 我都听腻了 这么容易腻 你是猪油吗 我指着他警告道 不许跟着我 走了几步 我转过头 发现他高大的身子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赶紧扭过头 拔腿就跑 不知道他在身后 看了我多久 反正没跟上来就行 周一安这人 阴魂不散 我所在的所有 相亲群里 他都在 这天 好不容易有一个 优质男at我 问 可以私聊吗 周一安秒回 不可以 相亲群禁止私下接触 他还不忘 at群主王婆 王婆见状 立马说 介绍费都不给 就想认识私聊 这不合乎规矩的呀 下一秒 周一安发了一个 指定红包 指定人是王婆 金额是一万 他说 我和方黎有情况 不需要相亲了 把我们踢了吧 我不淡定了 有情况个屁 当我的键盘刚弹出来时 见面就显示 我已被踢出了群聊 喝 周一安这人天生客我 和周一安刚认识那会儿 我有一个男神叫赵岩 他突然教了一个 田径文雅的对象 赵岩喝醉酒跟我说过 本来想追你的 但发现你和周一安 好像有情况 我选择成人之美 我气得捶了周一安一拳 跳起来拍了拍他的后脑勺 大声质问道 周一安 你天天盯着我有病啊 我只是好奇他笑了笑 看你这么文静 我想看看你能装多久 我你没瞪他 神经病吧你 我神经 明明是你大半夜的跟狗吵架 还指挥狗偷内裤 我警惕地用手对着他的脸 你偷窥我 还有大学生不说偷 那叫妾 叫妾 周一安伸手抓住我 对在他脸上的手 轻轻侧头注视我 妾内裤听起来也不算文静了 我气得原地跺脚 解释道 我那天喝醉了 脑子不清醒 我又不是变态 他笑 这可不一定 他嘻嘻 我可不嘻嘻 路过的同学都羡慕到 这对小情侣吵吵闹闹的 感情氛围真好 我人妈了 直接破罐子破摔 是 我这人有独特癖好 最喜欢收藏帅哥的衣物了 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不然就要被我盯上了 这句话掖住了周一安 他的笑容凝结在脸上 握着我手腕的手 也松动了几分 我已止气使道 下次见我 记得绕道走 还没来得及沉浸在 自我失恋的痛苦中 就得知赵燕分手了 他约我吃饭 我以为他只叫了我一个人 想要和我倾诉他的悲痛 然后我就可以趁机雪中送炭 带他走出阴霾 这样的话 他就会对我产生情愫 然而 包厢里全是人 男神朝我招手 示意让我坐在他旁边 他大方地朝他的朋友们 介绍着我 方黎 我异性里最好最好的朋友 现在是我好哥们 我真的是服了呀 我穿着田园峰的小裙子 还特意化了精致又俏皮的妆 他一上来就说我是他好哥们 哥你妹呀哥 周一安坐在我的正对面 无情地发出嘲笑声 但我还是继续装着文静 微笑着和其他人打招呼 有人突然问我 方黎 有男朋友吗 没有的话 咱俩认识认识 我还没有想到拒绝的措辞 一旁的赵妍开了口 就你那样 敢追方黎 她长得这么好看 怎么会看得上你 我以为赵妍这是开窍了 没成想 她道 重点是 别看方黎文文静静的 其实她装的 你驾驭不了她 悬着的心 终究还是死了 我有些不知所措 我装了这么久的文静白妆了 赵妍早就知道我什么德性了 短暂地思考 我猛地瞪了一眼 正在吃鸡爪的周一安 肯定是她打的小报告 察觉到有杀气的周一安 一抬眼便对上我的目光 我咬牙切齿地睁大眼睛 恨不得瞪穿她 赵妍突然说 方黎 我知道周一安很帅 我也知道你近视 你要是想看我可以和她换座位 眼睛瞪这么大多累啊 说完 她就动作麻利地 和周一安换了座位 解释的话 到了嘴边 硬生生地被周一安 塞过来的鸡爪给堵住了 她压低声音说 自信点 喜欢我你无需自卑 在她得意的脸上 赤裸裸 明晃晃地写着 喜欢赵妍那种货色的 还不如喜欢我 看着坐在对面的赵妍娃的尽兴 我也没有那么强烈地想要解释了 但憋屈地我不说出来 又全身不舒服 我便第一次在赵妍 以及她的朋友面前 喝起了酒 片刻 开门进来了一个女生 一看那文静样 我就知道 这是赵妍叫来的 果然 赵妍一把抱住她 宣告 这我新女友 刚谈的 我知道她对恋爱来者不惧 但我不知道 她会这么眨 一天内 分手又恋爱 简直刷新我对她的认知 之前怪我对她的了解 不够这么深刻 莫名的 我觉得我不喜欢她了 劫后余生的我在庆幸 还好她不知道我暗恋她 这要是传出去 我得多割应啊 刚开始的戒酒消愁 变成了此刻的欢庆 我一边喝一边笑 笑里有自嘲 有庆幸 被我笑声吸引的周延安比一的看着我 语气很淡 疯了 我撇头看她 她慵懒地靠在椅背上 嘴里叼着不知道哪里来的棒棒糖 突然发现 她看起来还挺顺眼 像一条顺毛的狗 我伸出手指 戳了戳她的脸 笑嘻嘻道 你好乖啊 都不抽烟 周延安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动作愣正住 你真盯上我嘴的内裤了 我立刻收回笑容 气得牙齿打颤 刚才肯定是酒精麻痹了我的大脑神经 竟然有片刻觉得它顺眼 我再次强调道 盯你个头啊 就你那破财神内裤 谁稀罕呢 就那尺码狗都穿不进去 话音刚落 包厢里突然变得很安静 在场的所有人像被钉住了一样 呆滞地看向我 我木讷地张了张嘴 却发不出声 我完全不知道 我到底该怎么解释这件事 这件事纯属意外 我也不是故意看的 过了半晌 周延安的声音回响在包厢里 财神内裤不是我的 赵妍颤颤巍巍地举起手 声音特小 我的 我差点没站稳 实在没脸呆下去了 我视死如归地先行离开了 我抱着电线杆哭诉 我怎么这么丢人啊 嘀嘀咕咕了好久 耳边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你在和电线杆拜堂吗 不用抬头 我都知道是周延安 只有她嘴才会这么剪 我猛地一抬头 却发现我们之间的距离非常紧 她的体态很好 宽肩窄腰 身形高大 路灯打在她身上 头发丝都发着光 我伸手戳她的鼻孔 警告道 别拿鼻孔看人 周延安身子向后仰 捂着鼻子说 你自己长得矮还怪我鼻孔 能不能讲点道理 我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我又不是学法的 哪里懂这么多道理 突然 我余光感觉有什么东西落了下来 偏头一看 我的肩膀上有一坨鸟屎 我发出了尖锐的报名声 啊 而目睹这一切的周延安 捂着早就笑痛的肚子憋笑 肩膀那块是细肩带 鸟屎直接落在皮肤上 我没好气地伸手 拿纸 赶紧的 我没带纸 看他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我非常不爽 就把注意放在了他 纯白的絮衫上 不等他反应 直接冲上去 摇起他的衣服 就擦鸟屎 自从和他认识之后 我就没有一件事 是顺心过的 晚风拂过周延安露出的腰腹 他身体下意识地缩了一下 原本线条清晰的腹肌 就因为他吸的那一口气 变得更加的勾壑分明 我打去道 哎哟 身材不错哦 他扯下续衫 撇撇嘴说 轻浮 我哼了一声就扬长而去 快到转角时 我好奇地回头 瞥了一眼周一安 却发现 他正蹲在地上 用纸擦衣服上的鸟屎 他不是说 没纸吗 所以 他单纯地就是不想给我 就是想看我出球 气不过地 我埋头杀了回去 每一步都置地有声 他刚好站起身 茫然地看着我 怎么 良心发现了 要补偿我 他自言自语道 我这人其实挺好说话的 就一件衣服而已 不用你赔 你说点好听的 没等他把话说完 我一脚踢了一下 他的小腿肚 没用多大力气 因为我把重力气都花在了 踩他脚背上 听到他吃痛地闷哼一声 我才如是重负地呼出了一口气 心情愉快地离开了 我慢慢地放下了单恋 不再触摸在他们的小团体里面 但其实赵妍这人当朋友挺好的 很讲义气 我在学校附近的花店兼职时 他从不上别家买 专来我这 他说 照顾照顾你生意 我笑着感谢 心里安道 我就一打工的 你就算同时给八个女朋友买 我也就那一点工资 还不如直接送我钱 但我没说出来 毕竟人家也是好心 某个雨天 周一安撑着伞走来 雨滴打在伞面上 他似乎是刚参加完模拟法庭 身上还穿着正义又凛然的律师袍 还真挺像那么一回事的 我调侃道 今天玩角色扮演啊 周大律师 还挺帅的 他浅笑的杀伤力巨大 你也不赖 花店小妹 品相向日葵的 这句话或许在别人听来特别明朗 可钻进我耳朵里的就是 花店小妹 你挺黑的 前不久做志愿者的时候 眉涂防晒 只带了冰袖 脸 脖子和手臂 有明显的肤色差 我冷下脸 美好气道 不买花就别处在这儿 我就是来买花的 说完 他十分认真地挑选着花样和包装纸 包了价值三百九十九元的花 他问 你不好奇 问问我送谁 你以为我有多闲啊 到处好奇 这好奇那的 我理了李尔编的碎发 肯定宋老师或者前辈呗 周一安似乎对我的回答很满意 低头笑了笑 还不算太笨 我指着那一大捧康乃馨 吃笑道 我笨 我这是对你的情商 有点信任 随后 我懒得废话 催促他赶紧付款离开 不然雨都要停了 刚出门的周一安 回头叫了我一声 方黎 雨停了 我打理着地上刚剪掉的花枝 敷衍道 停就停了 这也要跟我说嘛 周大律师的分享欲 未免也太旺盛了吧 周一安静止走过来 伸手拉着我的胳膊往外走 他抬手指向远处 声线专进轻快 尾音带着笑意 我的意思是 彩虹出现了 空气中弥漫着雨后的清新气息 彩虹像五彩斑斓的丝带 轻轻地牵动着无人知晓的情愫 后来 尽管我们都明知自己喜欢上了对方 但我们直到毕业也没有在一起 周一安断我眉 这是我还在苦恼 烦心事就一查接日一查地来 小助理打来电话 说 姐 刚签不久的那个男生 要预支六个月的薪水 说不给就不拍 他奶奶的 一个签了劳动合同的人 还敢威胁我 我抓起外套就直奔公司 说是公司 其实就只是一间地理位置偏僻的舞蹈练习室 我租下这里 每天安排人直播带货 拍摄广告 面相的对象都是些年轻帅气的靓男美女 前不久 来了一个面试者 她叫于晶年 是一名大学生 面试时 她顶着一张满是淤青的脸 嘴角还渗透着淤血 偏偏就那双单眼皮的眼睛 坚定又锋利 这种最讨爱网购的小女孩喜欢了 今天是我第二次见她 脸上又贴了心伤 就在眼角位置 我毫不留情地伸手 戳她脸上的伤口 她疼得撕了一声 身子却从未闪躲 我没好气到 知道痛那就别惹事 她语气很欠 这是我的私事 你别管 呵 给结诊笑了 你以为我关心你呢 我干呵呵两声 我怕你顶着这样一张 血腥的脸直播被封 我心疼我的好 于晶年冷板着一张脸 眼神清冷 像是看透这世间 所有丑陋的人合适 我可不会给她伤感的时间 简单粗暴地给她的脸 贴上了两三张窗壳贴 我吩咐道 你今天要是不开播 我不仅让你一分钱拿不到 还起诉你违背劳动合同 怪我平常脾气太好 才让她干了几天活 就想预支六个月的薪水 即使我是一个软柿子 最起码给我干满两个月吧 只是 于今年似乎不太吃硬这一套 她继续讨价还价 要是我今天五百单 你就答应给我预付六个月的薪水 三个月 她很固执 六个月 四个月 六个月 我急了五个月 成交 于今年得意地扬起下巴 单挑着眉 方老板 商人要讲究诚信 虽然我有一瞬间被戏弄的感觉 但看到带定商品时 我有一种运筹帷幄的胜利感 我笑着指了纸卫生巾 吩咐道 于今年 你来卖 看清商品时 这个眉眼天生带冷感的少年 场景瞬间通红 迅速染至全脸 脸胀的像红辣椒 耳朵感觉能低出血来 我调侃到 一个二十岁的人了 脸红个什么劲 面对我的调侃 她不好意思地别开脸 开播后 她的脸红得彻底 骨节分明的手 分别展示着日用和夜用 她声色地开口 今天卖女性用品 我正想着 以她这般拙劣的口吻 估计一单也卖不出去 谁料 这事到变了 弹幕纷纷刷着 快上链接 弟弟别委屈了 姐姐买 姐姐买还不行吗 快上链接吧 我感觉弟弟快碎了 链接刚上 只一秒 所有的现货 都被一扫而空 我闭眼沉思 实在想不通 这到底是什么原理 突然 冰凉的纸腹摁 在我的太阳穴上 轻轻地揉动着 这力度我很满意 眉眼也由此书展开来 不应景的声音响起 所以能给钱了吧 我抬手拍了拍 于今年停下的手 我给 你别停 继续 听见我说这话 他开心地像一条小狗似的 摇着无形的尾巴 不停不停 我总算是摸清了 于今年这小毛孩 就吃软的这一套 我刚好要去市区拿货单 顺道送于今年回学校 他下车时动作犹豫 环视着四周 按理说 老板给员工 当司机应该是一件非常有面的事 但瞧他那样 总觉得怕被别人发现似的 我按了两声喇叭 轻轻醋眉 你小子别太在乎面子 虽然我这是武林红光 但不是所有人都舍得买车的 油价保险都挑花好多钱的 于今年微正 随即笑出了声 说一句谢了 便转身就走了 打算起步的我发现 正前方站着一个人 毋庸置疑 这个人就是周一安 对上他哀怨的视线后 他突然双手啪的一声 打在车头上 该死的 吓得我在座位上抖了一下 我打开车窗 探出头 你有病啊 短暂的对视几秒后 周一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朝着我走来 我手指慌乱的想要关上车窗 却根本比不上他的腿长 这车的车头太短了 周一安一手按住车窗 一手伸进来把我钥匙 咬牙切齿道 方黎呀方黎 你真是长本事了 我以为他跨我买车了 便拍了拍方向盘 道 看着还不错吧 开起来更舒服 都不是很震动 而且也不贵 就十万都不到 只是后续还是需要花点钱保养 周一安一手握拳 笑得甚人 还不错 震动 还舒服 都快十万了 还不贵 你还想继续包养 他手指紧抓着我的车门 关节因为用力过猛而泛白 呼吸声逐渐加重 嘴角的抽搐 透露出压抑的愤怒 最近只有他惹我 没有我惹他 他还朝着我生起气来了 我一巴掌摁住他伸进来的头 放大声音说 你开着几百万的车去保养 难道不许我的小红光保养 你们有钱人管得太宽了吧 有本事你包下全世界的保养店 周一安愣了几秒 动了动唇 保养 你说的是车呀 我戳着他的额头往外推 自证腔圆道 周大律师以为呢 他尴尬地抿着唇 我以为你说的人 后知后觉的我朝着他吼了一声 是保养 不是保养 周一安自知理亏 一边陪笑 一边坐上了副驾 你都烧他一成了 也烧烧我呗 我淡漠道 不顺路 最后 架不住他的没脸没皮 拿货单时 我正在很认真地查看比对 合作方突然靠近我说 小方 我上次听你说你在相亲 我介绍我兄弟给你 他为人老实得很 上周刚离婚 没带娃 这意思不就是净身出户吗 老实人还净身出户啊 我微笑着礼貌拒绝 现在还是先处理公事 他却一直在我耳边叨叨 说他兄弟为人多么善良 多么体贴 我真服了 我只是去相亲 又不是去收废品 好不容易拿到货单准备离开 合作方还追着我 一路到车上 他说 你也三十了 就别挑三减四的了 再等几年 没人要了 这句话 是我进入三十岁以来 经常听见的 一直困扰着我的生活 在副驾驶上 休息的周一安眼都没睁 精确地抓住了我的手腕 嗓音带着淡淡的沙哑 女人嫁人是大事 就得挑三减四的 免得碰见歪瓜裂早了怎么办 合作方还算会看颜色 干笑着离开了 等红绿灯时 我忍不住偷偷偏头 瞧了瞧安静睡觉的周一安 他大大的身躯 折叠缩在副座上 手足有些许拘束 睡颜却很优雅舒展 睫毛长而微翘 鼻梁高挺 呼吸平稳深沉 仔细观察 他的眼底青涩一片 估计案子挺棘手的 看得正如泥 周一安轻声道 绿灯了 一下子把我拉回神 我一边开车 一边做着无谓的解释 我没有偷看你呀 周一安没回答 我专心开车 没注意到他微微上扬的 唇角带着窃喜 回来的路上 我随意瞥见了于今年的身影 我便停下车 想要仔细看清楚 并未熟睡的周一安 揉着眼睛问 发生什么了 我好像看见于今年那小子了 就你今天看见的那个 于今年这三字 让周一安生起了敌意 你近视 看错了 我戴隐形眼镜了 我做了晋升的动作 示意周一安别说话 不远处的几个人影里 我清楚地看见于今年 递出一个黄色的袋子 那袋子我熟悉得很 里面装着给他预知的 五个月薪水 我就说嘛 一个大学生 怎么会突然需要这么多钱 我怀疑他被传销了 或者是被社会青年给威胁了 我可不能做事不管 立马就冲下车跑了过去 周一安都没来得及抓住我 我走得飞快 喊道 在干什么呢 于今年看见是我 神色变得紧绷 面露出惊讶 其他几人似乎是一伙的 上下打量着我 问 你谁呀 我指着身后的余经年 随口扯着谎 他姐 为首的胖子不信 你什么时候有个姐呀 我双手插着腰 我家户口有几口人 关你什么事啊 难不成我养的狗 也要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这时 周一安也跑了过来 胖子看着余经年 又问 你哥 周一安摆了摆手 说 他姐夫 胖子显然不信 行啊 你一家人也算凑齐了 余经年压低声音说 我跟你们很熟吗 走远点行不行 我都没怎么听清 胖子听得一清二楚 走什么 不是说是你姐吗 正好把这钱还了 钱 什么钱 胖子以为我装傻 一字一句道 余经年他妈欠了我们三十万 加上利息就是九十万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是他姐吗 正好还钱 可别装傻冲愣的呀 在这方面我可是非常专家 我还录了音 周一安唇角千起 语调不紧不慢 巧了 我也是这方面的专家 随即 他一手揣在裤兜里 一手轻轻点着胸口处的录音笔 更巧的是 我也录音了 虽然很装逼 但确实很帅 胖子被周一安这一副运筹帷幄的姿态给唬住了 质问道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你既不是律师 又不是他监护人 管不着 周一安地上名片 身世感拉满 幸会 了解一下 相比起来 周一安沉稳许多 仿佛所有事情的结果都被他攥在手里的感觉 胖子一行人被周一安律师的身份和气场压制 恐吓几声就离开了 我转过身去 打算好好审问于经年 话到嘴边还没说出口 他倒是先责问起我来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 能不能别插手 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我挽起袖子 双手抱在胸前 你什么态度啊 于公 我是你老板 你可是签了一年的劳动合同的 于思 我这年纪还不能当你姐了 于经年真的很拽 撇开头说 要你管 我单手插腰 眉心紧促 毛子里因为他的嚣张荒唐 染上几分韵色 于经年就是属于那种 总不听话 不服管教 总是拒对自己最好的人鱼千里之外 周一安轻轻地伸出一只手 动作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肩 他上前一步道 你是一名学生 遇到欺诈 可以求助学校 或者就现在向我寻求法律援助 求助学校 于经年笑了一声 仿佛在嘲笑这句话 我没钱 不需要法律援助 对你这种情况 我可以免费提供 于经年瞥了我一眼 泡妞就泡妞 别拿我当幌子 面对于今年的各种阴阳怪气 周一安并没有败下阵来 他慢条思理道 年轻人说话别那么急 我是想追你老板 但根本用不上你来打幌子 我周一安喜欢一个人 就是光明正大的 于经年的眼睛呼得明亮了起来 确认道 你是周一安 是那个三年前 唯一位农村妇女 打赢离婚官司的金牌律师的儿子 周一安 周一安一手握拳 抵在唇边思索了几秒 那个案子我有点印象 是一位罗女士 突然于今年那双狐媚的单眼皮眼睛 不再是清冷和阴沉 而是十分诚恳和感激 周律师 当年谢谢你父亲 把于今年带回律所后 我才得知 原来他以前过得这么辛苦 他父亲不仅酗酒 还经常家暴他们母子 他母亲为了于今年的生活着想 打破了农村固有的封建思想 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婚 当年好不容易通过周一安父亲的帮助 他们母子才得以摆脱他爸的折磨 只是好景不长 他爸来到于今年的学校不断骚扰他 一个母亲的爱就是这样被激发出来 他母亲意识到 只有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后 他儿子的生活才会得到真正的平静 至于那九十万的债务 根据于今年的描述 他母亲确实借了一笔钱 但不是三十万 而是三万 唯一能猜到的便是被骗了 于今年苦笑道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这笔钱我会还的 周一安仅抿着唇 这是高利贷 本就不受法律保护 钱肯定是要还的 但我能为你争取到以银行的利息归还 如果拼一把 或许能直接免还 但我也保证不了是否能够胜诉 最后只能等下一步的进展 于今年离开后 我端向着整理案件的周一安 问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管闲事了 他扭了扭脖子 疏通着筋骨 道 我一直这样 喜欢多管闲事 说这话的时候 他嘴角擒着抹令人捉摸不透的笑意 我盯着他的脸 与他二十岁的脸 仿佛重合在了一起 正多年过去了 我愈发觉得 还是他的脸庞 刚毅又好看 我一开视线 压根没发现自己刚才被迷的小路乱撞的神色 全让周一安捕捉在眼里 他也没拆穿我 只是淡淡开口祈求道 方黎 我很好 别找离过婚的男人相亲 好不好 听他这语气 他好像知道我周末要去相亲的事 我很严肃地警告他 周一安 你现在可是一个大律师 不要知法犯法呀 千万别干出藏摄像头跟踪这种不正当行为 他听完我的话后 喉尖一出嘀嘀的笑声 方黎 你这脑回路永远清奇 他解释道 因为你周末的相亲对象是我同事 是大律师啊 我这次转了 终于向到了优质男 我才不管周一安的心情 到了周末 我雷打不动地赴约 周一安没有骗我 确实是他的同事 长得不差 只是个子有点矮 跟我穿上高跟鞋 差不多一样的身高 身为律师的他三观教养都很正 这场相亲局是我近一年来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遇见的正常人 以往的那些一上来不是让我辞职 就是让我三年内生三瓦 拜托 生产队的驴都没有这样干的 不然我也不可能把心思想到找离过婚的男人那儿去 只可惜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话题 他一直在给我分享他参加过的重大案件 甚至还职业病地给我推荐业务 最后只能不欢而散 我发现 潜藏在公交站牌后面的周一安 调侃道 周大律师这是改行做狗仔了 周一安脸上的笑容太过于明显 干咳了两声 试图压制上扬的唇角 他没送你回去 这是相亲失败了 明知故问 他突然伸手揽住了我的腰 稍微用力地把我往他的怀里带 走吧 看你相亲失败的份上 我送你回去 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弄得心跳加速 但我还是特别有骨气地摆手拒绝 我不需要 这里离工作室不到两公里 我才不会受到周一安的美色蛊惑 快到工作室时 一条僻静的路上 我遇见了一帮来者不善的人 为首的还是上次遇见的那个胖子 他长得肥头大耳的 他一手拿着立案书 一手指着我 就你指使的吧 我不明所以的也指着自己 我 别在这里跟我装傻冲愣的 我查了你 你就是于今年那臭小子的老板 那个多管闲事的律师 是你凯子 他非常肯定地道 肯定是你出的主意 让你凯子免费帮那臭小子打官司 还举报我们其他业务 我摆了摆手 虽然我很痛恨你们这种放高利贷的人 但你确实高看我的智商了 胖子吐了一口浓潭 威胁道 赶紧叫你凯子撤诉 不然我办了你 说话别这么难听 什么凯子 那叫对象 懂不懂 周一年气定神闲地走近 望向他们的眼神里满是轻蔑 我呆愣在原地 处在状况外 周一安 你算命的 算得这么准 他微微俯身 凑近我耳边说 待会儿我说跑 你就不要回头 只顾着往前跑 我不吭声地点头 胖子手持铁棍 威胁道 你以为你是律师了不起 我不怕你 我有欠条 白纸黑字写着连本带西九十万 一分都不能少 周一安放低了姿态 气场也不再那么霸气 哥们 我就问一句 这原本是不是就借的三万 胖子怕有诈 周一安全方位展示 自己身上没有带录音笔 手机页面也展示出来 别紧张 我只是好奇 毕竟我可是金牌律师从无败记 可不想倒在这里 胖子听出了话里的意思 自满道 周律师 听我一句劝 这官司你们赢不了 就你们那些证据 不可能胜诉 他们借的就只有三万 谁让他不识字 还敢来借高利贷 当初看于今年那小子还不错 带他去打黑拳 他又不愿意 卖他更不愿意 周一安确认道 你所言皆属实 胖子一万个肯定道 我所言句句属实 沉默了半赏 周一安大喊了一声 方黎 跑 于是我以风卷残云般的速度 火速撤离了危险地带 在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瞬间 我的身影已经消失了 但很快 我便发现 只有我一人跑了出来 而周一安压根就没有要跑的打算 他这是打算断后啊 我连忙翻包 准备拿手机报警 刚拉开拉链 我就听见了警笛声 请客间 警察包围了这里 此时的我发现 包里多了一支笔 原来在公交车站牌那里 他就做足了一切 我被警察拦在外面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靠着一人又一人出来 刚才我怎么没发现人这么多 迟迟不见周一安的身影 我心如刀脚 生怕他出了什么意外 直到我看见医生和担架 跑进现场时 滚烫的眼泪突然涌上眼眶 淹没了我的瞳孔 胸腔就像被破碎的玻璃刺中 每一次呼吸都刺痛着心脏 这一刻 我真的害怕了 直到看见担架上台的人 不是周一安时 我刷了一下停止了哭声 周一安和警察队长并排走出来时 我眼泪都止住了 但他的手沾着血 他背着手弯腰瓶 是我泪眼婆娑的双眸 问道 哭了 你没死啊 明白过来的周一安 眉眼向下弯 眸中盛满了笑意 他长臂有力地揽住我 把我带进他的怀里 我贴近他的胸膛 清楚地感受到 他脉搏的跳动和炽热的肌肤 周一安领着我来到墓地里 他说 当年的事 我现在一一解释给你听 我看着墓碑上的黑白照片 淡淡道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 毕业典礼那天 周一安一定会对我表白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毕竟在那天 我一路上都收到陌生同学递过来的鲜花 每朵鲜花上都带着一张字条 每一张字条都不重复 我走到表白仪式的中心 等待着男主角的出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抱着鲜花 雷打不动地站在原地 等到周围人都离去 等到乌云散开 等到月亮高高挂起 等到操场上的灯都熄灭 我还是没有等到那个人的身影 就连他的消息也没有等到 我默默地收拾了 表白现场的气球和蜡烛 遍地的花瓣 我是一片一片地捡起来 然后装进纸箱里 丢进了垃圾桶 毕业典礼 他就这样一声不吭地消失了 直到第二日中午 我顶了一头乱糟糟的头发醒来时 看见了手机推送的热度消息 周祺律师被败诉方团伙 脸筒八刀身亡 我这才得知周一安突然消失的原因 我给他打了几十个电话 发了数条消息 都没有得到一定点回复 我来到周祺律师的葬礼上 看见了站在最前方的周一安 他憔悴了许多 面色苍白 双眼深陷 眼神失去了往日的神采 身体瘦弱得明显 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 来击败的人有很多 我慢慢从最后面一点一点地挤到前面 点起脚寻找着周一安的身影 莲目被一阵风吹起 我看见了他萧条的背影 我准备上前寻他 却听见他对赵妍的嘱咐 我马上要离开这里了 你不要跟方黎说我去了哪里 你也不要说我喜欢他这件事 就当毕业典礼那天我开了一个玩笑 总之让他别找我 你不喜欢他 不喜欢 谁会喜欢一个出口成脏脑子里 只有废料的女生 周一安加重语气 太随便 赵妍发现了我 一遍又一遍地确认 周一安 你确定这都是真心话 我确定 对他 我只是打发时间 现在我没空搭理他了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但我一点没湿 赵妍把我安全送回家后 想要说些什么 但还是一句没说就离开了 我试图说服自己 那些都不是周一安的真心话 他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 于是我直接追到了机场 想要当面问清楚 他却非常抵制和我接触 同学一场 留点体面 飞机消失在视野里 我终究还是拉黑了周一安 所有联系方式 直到几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 赵妍喝醉 抖出了所有事 他说 方黎 周一安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你 当时还有落网之余 周一安一家随时有生命危险 他推开你 其实为了保护你 我又不蠢 怎么可能想不到呢 只是我觉得他太自以为是了 自以为是的瞒着我 到头来还说其实是为我好 我戳着周一安的胸口 一字一句道 你真的很自以为是 他手心攥住我的手指 那你原谅我吗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我只是气不过 心里憋屈 那份还未出事的感情 就被你单方面的放弃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别再出去相亲了 更不要找离过婚的男人 周一安懒过我的肩头 无论是三个自由 还是两个稳定 亦或是一个同意 那些都算不上择偶条件 因为这都是我理应必备的 于今年最近工作特别卖力 那架势像是要把我这里 全部掏空似的 果不其然 他迈着笑 且 周律师在我们学校 开了一个讲座 我是志愿者 那我放你一天假 去吧 我都很明事理的准假了 他还处在那里 双眸明亮地望着我 周律师说了 扛也要把你扛过去 转性的于今年 不再像以前那样 和我硬碰硬 而是在我耳边软磨硬泡 硬生生地把我哄到了现场 旁边的女生很有活力 指着于今年离开的背影 特别自来熟地说 阿姨 你看起来好年轻 儿子都这么大了 她有对象吗 我一时竟分不出 她到底是在说我老 还是夸我年轻 但能确定的就是 我占了于今年一个大便宜 我干笑着 她应该没对象 女孩随后问我 你觉得是周律师帅 还是你儿子帅 我第一反应是反问 周律师今年三十了 你居然在他们之间纠结 女孩娇羞道 但是她很有魅力呀 男性的荷尔蒙散发得太大了 我望向此刻站在台上的周一安 她手指掩饰笔 额尖的几根发丝 搭在她的眉间 一身裁剪得体的深蓝色西装 衬得她身形挺拔 认真受课时 她成熟稳重 不经意间地对视 她敏唇勾笑 于悦直肉眼可见地直接拉满 讲座的最后 她道 如果有一天 你们因为善良或是生活所迫 而惹上了不可避免的麻烦 请一定要寻求法律援助 永远不要对这个世界失去信心 周一安的眉眼皆凛然 说的每一个字都质地有声 年少时埋下的伏笔 终会碰响心声 流失在时间线里的回忆 没有被遗忘 遇见的人不能过于惊艳 否则穷极一生 也不会相亲到 比她还完美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